陆九冷笑一声喝说的那么煽情 不过是一枚残刺品罢了 坐在他身边的人反驳道 这可是S晚的作品 陆大小姐直懂哪家夜店的小白脸 更好就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 陆九到S晚的作品又如何 这只是他的初期 作品主持的切割角度 还有部族旁边的 人到部族S晚的切工 可是出了名的 少不懂装懂了 我看你就是极度钟小姐台上的钟婉营 听到他们的对话心还悬了起来 听到陆九说到切工 反倒是松了口气 竟然挑剔切工 看样子是虚张声势了 于是他开口到这枚戒指 是我为自己设计的婚戒 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 陆小姐可以不喜欢我的设计 但是不该随意污蔑陆九 不想再听下去 直接起身 走到台上拿起 那枚戒指到主持下方 有个切割面的刻面 棱锐度出了差错 并不对称 这枚戒指论工艺 可不是S晚最好的作品 悼念好友 却用一枚残次品 这就是了不起的友谊啊 陆九说完 冷笑着钟婉营愣住了 他他怎么会知道 这种事台下的人 听到陆九的话 都上台来观看 真的和陆九说的一样 他怎么连那么小的误差 都看得出来 S晚怎么不知道这个问题 什么不知道 我看他只是想借此机会 抛售残次品吧 立北成也看着陆九 我不知道 你竟然对珠宝设计 这么了解陆九暗感不妙 遭了不会露线吧 他 吻下心神解释女人 都喜欢珠宝首饰台上的主持人 继续宣布 现现在这枚 宿命戒指 即将开始拍卖钟婉营 忙开始婉尊 我不是故 一隐瞒诸位的 她是我的婚戒意义非凡 希望她能给大家 带来幸福 台下的人摇着头 但是陆家那个顽固大小姐 都知道是残次品 算了算了 还是看看 别的吧 风挽迎期的咬牙切齿 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简直和苏曼月一样 讨厌陆九盯着那枚戒指发呆 苏曼月就像这枚戒指 看起来光鲜 最后还是被放弃 立北成 抓着陆九的小手 仔细检查有没有受伤 她头也不抬得叫价 抬头看向二楼 谁这么大手笔 一开口就是十亿 简直毫无人性 陆九也震惊地 看着立北成 用不着这么多钱的之前 希尔特王妃要花五个亿 那时她不卖希尔特王妃 又非常喜欢 才这么高的价格 立北成道 我只看你一直盯着那枚戒指 不放你喜欢的东西 我一定要替你拿到 陆九内心很是触动 原来还有人会这样珍惜我 谢谢她捧着立北成的脸 神情吻了下去 我绝不会放弃复仇 但我也不会再沉眠过去 我会改写我的宿命 深夜两人 回到立宅刚躺的床上 立北成就把陆九紧紧地抱在怀里 闻着她身上的 轻烈药香 体内的狂躁因子 渐渐被抚平 但另一种灶火却又燃烧起来 陆九一下子就感应到了 她的硬度小脸 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她用胳膊肘 撞了一下她的胸膛 立北成你安分一点 不然我不管你了 立北成声音沙哑我安分 但她不安分 我控制不住陆九 又羞又恼你 立北成身体往后挪了一些 又拉着被子往两 人中间塞了一点 隔绝了这一点 尴尬做好了她 凑在她的耳畔 哄着她 不弃了恩热气 喷在陆九的耳朵上 酥酥麻麻的 那带着克制的沙哑声 又想把小钩子 勾着陆九的心间 她垂眸快点睡觉 一夜未睡 立北成确实困了 也不好惹她 闻着她身上的香味 很快就睡着了 陆九知道自己就是个人形抱枕 让她好睡的 所以也没有离开陆九心想 还是睡不安稳嘛 看来她体内的毒 还是要换个办法解决她 坐起身来发了条信息 明晚七点清晨一色见 很快那边就有了回信 师父父 你来封城了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吗 陆九看着这个信息 耳边总是能想起 那个少年的吐蕃鼠尖叫声 她勾了勾纯恩 明晚七点见面 那边回复 过来的信息 又是一连串的鸭字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表达她的激动之心 清晨一色 是封城最大的风流逍遥窝 且规模 出卖身体的小姐 也有只卖艺的高档艺人 当然清晨一色的目标客人 也只对准了拳钱 第二天 陆九吃完晚饭 就直接开车去了清晨一色 虽然这会儿才六点多 但清晨一色 已经很多人了 一楼闪着五光十色的彩灯 男男女女 在舞池扭动着DJ 带动着节奏 陆九皱着眉 不是很喜欢这种震耳欲聋的地方 她是苏曼月的时候 就没来过这种地方 陆九刚进清晨一色 不少人的目光 就落在了她的身上 有人没认出 她来冲着她吹了口哨 陆九没有理会抬头环视 一圈寻找徒弟 小云子的身影 三年前她在古一门的时候 一个小云子 想要拜师父为师 只不过被师父塞到她手里 成了她的徒弟 因为苏曼月的特殊身份 又照顾着 慕绍成的心情怕她自卑 所以一直掩藏身份 也就没有跟徒弟小云子见过面 她都是网上授课给小云子 这是线下第一次见面 只不过 她是以陆九的身份 来见小云子 不知她会不会相信 陆九拿着手机 低头给小云子发了信息 我到了信息刚发出去 抬头就看到有个男人 站在她的面前 不太确定地打量着她 陆九看着眼前帅气 略有些瘦弱的男人 有些熟悉 皱着没有是男人一听着声音 双眼顿时就亮起来 真的是陆姐 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 陆九很漂亮 刚进来就咽压全场 很多人打了她的主意 让人看到 她就觉得眼熟像陆九 可是以前的陆九烟熏装 大红唇发型 更是经常换各种 爆炸头泡面头 晚上的陆九 只是简单地扎着高马尾 穿着T恤牛仔裤 又素面朝天 清纯地像高中生一样 男人这才没有认出来 她陆九看着男人 终于想起来 然后绣眉更是紧紧 皱起因为这是原主 每月花十万包养的 小白脸画镖 画镖没看出陆九不悦 就很开心 陆姐你这样打扮 我差点没认出来 太好看了说 你是高中生 我都相信 画镖又看很多男人看过来 冲陆九吹口哨 就挥了挥拳头喊着 你们都安分点陆姐 可是我的金主 我是他最得宠的小白脸 陆九看着画镖 纳如竹竿似的 身材吃了一声以后我 们没关系了 画镖正要带他去卡座 听到这话疑惑地压了一声 陆姐我没听明白 陆九皱眉看他 我有老公了 我不包养小白脸 而且你若姬不是我喜欢的 类型画镖愣了又冷 终于明白过来 陆九这是嫌弃 他若姬 还要断绝两人的 金主情人关系 陆姐你是不太记得我了吗 画镖这话问的 有些小心翼翼 不是那种要失去金主的小心 而是失去庇护 失去老大的感觉 陆九心中疑惑地看着画镖 他虽然灵魂重生在陆九的身上 可关于他的记忆 倒不是很多 也不是特别地清楚 就像刚才他没有第一眼认出 画镖是原主包养的小白脸陆九 这我没看他冷漠地说 不管以前我们什么关系 从现在开始没有关系 现在我还有事就这样 画镖就看着陆九离开整个人 瞬间失魂落魄 可受伤了陆姐到底怎么了 陆九看了看手机的短信 然后继续寻找徒弟小云子的身影 很快他看到了徒弟小云子 刚从电梯走出来 他就走了过去 画镖看到陆九走去的方向 再看看从电梯出来的男人 顿时了然陆姐 还是没死心啊 难怪了解了解云圣 火急火了的出来结果 被一道仙仙素影给拦住了去路 他往左素影就往左 他往右那道身影 就往右云圣气地抬头看到 一清纯美女愣了愣不过 随即吼着滚开别妨碍老子 不然把你扔出去 现在天仙来了也没用他 只想见师傅附画镖 赶紧过来 替陆九捏了一把汗云绍 这是陆姐 您别跟他生气 云圣再次抬头看着陆九 然后也瞪大双眼 再次迅速地往后推陆九 你他妈去整容啊 陆九说小云圣急吼吼地喊着 就算你整容了 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的 你少打我主意 快让开坏我事情 老子给你送十个猛男陆九 皱眉看着云圣花衬衣红裤子 狮子头左耳还带着 闪闪发光的钻剑 耳钉脖子上个 是一条粗大的金项链 总之又骚 又爆发肤的装扮 但因为云圣长得好看 反而衬得他花花公子 脾里脾气 更加招女孩子喜欢 所以园主招惹过云圣 云圣着急接人 所以也不管陆九 直接伸手去推他的肩膀 滚开 然而这次云圣没有推开陆九 他纹丝不动地站着 云圣愣住加大力气 再次去推陆九 结果 陆九反握着云圣的胳膊 下一秒砰的一声 一个过肩摔 把云圣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不禁该打云圣 摔得屁股蹲腾 又怕师傅腹看到 丢尽师傅腹的老脸 云圣气得叫人保安 把陆九给扔出去 揍一顿以后 清成一色 不许他进来封城 任何一个夜店酒吧 敢接待他就等死吧 旁边不少人幸灾乐祸 陆九可是在清成 一色出了名的女霸王 他看上的男人 他看上的场子 没几个人抢得过他 而且他打起架来狠 又有陆家护着 所以拿他没辙 不少人厌恶他 巴不得他出事 现在看他 要被扔出去 不少人在心里拍手叫好陆九 看着保安很快上来 他也不动 就低头看着 骂骂咧咧的云圣小云子 七点钟白T恤牛仔裤 有事相见 还在 骂骂咧咧的云圣 听到这话 震惊地看向了陆九 克门的小云子 这是师父复跟他才知道的事 所以陆九是云圣磕巴了卧槽师 复复云圣 震惊看到保安拿着棍子 朝陆九打过去 吓得他扑了上去 挡下这一棍 嗷呜好疼 保安也被吓一跳 云绍云圣顾不得疼 直接碰一下跪在陆九面前 磕了三个想投师父复 别逐我出师门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认出来 只要师父复不怪我 我愿意献出我的美色 跟你谈恋爱 画镖和众人都被这一幕反转 给惊呆了堂堂云家少爷 清成一色的老板 竟然给陆九跪下磕头 还主动献出美色 这陆九扯了扯嘴角 我有老公了 云圣呜呜 没关系师父父喜欢的话 我给你当情人也行 千万万别把他逐出师门啊 拜入古一门 拜入月然神医的门下 他不容易陆九不愿意被围观 直接揪着云圣的绿色领带 然后拖着走了 云圣被拖进包厢 差点被勒死 喘不过气来 不过他 还是坐在地上 满是激动地看着陆九 看着看着云圣的脸色 就一言难尽 师父父陆九坐在沙发上 靠着一杯抬眸 淡淡地看着云圣恩云圣 只觉得陆九这么一座 女王范十足 刚才那一瞥 逼你天下这个气势 很符合他对师父父的想象 唯独性别跟年龄 对不上他想象的师父 应该是个老头子 结果竟然是陆九 是曾经叫人把他揍一顿 逼着他跟他谈恋爱的陆九 这个反转 让云圣有点接受无能 云圣小心地问陆九师父付以前 您应该是考验我的吗 还是还是看中他的美色 真想来一场旷古师生恋啊 陆九抬头看着云圣脑子 这会儿也想起原主 对云圣做过的那些荒唐 是他小脸也是有点 一言难尽原主 怎么这么会惹事 陆九嫌弃地看着 云圣那花枝招展的打扮 我找你有正是他 拿出密封袋递给云圣 帮我检验一下药里面的成分 我明天就要知道 结果云圣接受能力还是 很强的 这么会儿 就接受曾经逼着 自己谈恋爱的顽固大小姐 是自己的师父付了他 结果密封袋 这么着急吗 陆九恩一声 别让第三个人知道 这是官历北城的生死 而且 要不是云圣不太行 他是很想两个小时内 得到结果的云圣 虽然看着脾气不着调 但正是上一点都不含糊 好陆九问他 古一门现在有什么新消息没有啊 怎么了 云圣回答完才疑惑地问他不对啊 师父付你比我高一倍 最新消息 你知道的比我快 才是陆九没有解释 只是淡淡地反问不行 他现在是陆九 不是苏曼月 他很难用现在的身份回古一门 而且他不知道钟婉营 是不是也会顶替这个身份 去古一门了 他还不想惊动钟婉营给自己 惹来杀身之祸 云圣笑得很谄媚 可以师父付说 什么都可以 云圣很孝顺地给陆九道酒 师父付清诚一色 来了一批新人 绝对帅气 来给您看看陆九 猛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云圣是要给他叫牛郎陆九 沉冷着小脸猛地站起来 这一猛动作 吓得云圣手一抖 酒水都溢出来了 他抬头疑惑地 看他师父付陆九低谋 冷然看着云圣 把我以前包养的那些小鲜肉 都给处理一下 我不要在封城看到他们云圣这恍然大悟 师父付 您这是要从良不对事 浪女回头啊 封城 谁人不知 陆九最喜欢包养小白脸 只要长得好看点 都要抢到手里 这可是比男人还要顽固 还要好色的女人 陆九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闷闷恩一声 一本正经地说服管言云圣 被这三个字给雷的外交理 那嚣张跋扈的顽固大小姐 竟然敷管言 而且为什么有种被塞狗粮的感觉 陆九办完正事就回去了 至于化镖那个 包养的小白脸 他是理都不理的 陆九前脚 回家在公司的立北城后脚 就听到了清晨一色发生的事 立北城 微微眯眸云圣 喊少夫人做师傅 是回答完裴谦问道 立爷要去调查少夫人吗 立北城余光冷冷瞥他一眼 裴谦后被发寒 赶紧低头 我这就去调查云圣 调查少夫人 是不可能的 但扎云圣是 必须的 不过裴谦 没有查出 反倒是从云圣那里 听来了三个字 如实禀告给了立北城 立北城笑着挑起见眉 他跟云圣说服管言裴谦 就觉得压抑的气氛 顿时明了起来 立北城心情很好 拿起外套就站起来 裴谦看着 赶紧跟上立爷 您一会儿 还有个国际视频会议 您这是要去拿立北城回家 裴谦恶一声呐 会议立北城愉悦的 勾了勾保存 你主持 毕竟我七管言十点前回家 裴谦就那么看着立爷 丢下重要会议走了 带着骄傲的炫耀的气氏回家了 陆九回到家 立马洗澡换衣服 实在不喜欢从清晨一色里 带回来的烟酒气味 洗完澡 陆九就坐在阳台 吹着凉凉的晚风 看着外面的夜景 规划着接下来的每一步他要 如何用自己的能力 步步地回到深城 然后复仇陆九低头 看着手上的宿命钻戒 马撒着有些凉的蓝色钻石 毛子一点点地冷了下来 突然一束光亮 从远方射了过来 让陆九 有些刺眼的眯眸 楼下雕花镂空的大铁门 打开那辆黑色轿车 如猎豹一样 从黑暗中掠了出来 很快便停在了院中 陆九抬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在厨房的陆九笑着眯起了眸子 这就是有老婆的感觉 一回家这种温暖 是跟爷爷等他回家的温暖不一样的 立北成坐在餐桌前耐心地 等着陆九给他煮的晚餐煮面 是最快的不到半个小时 陆九就端着面碗出来 放在了他的面前吃吧 立北成低头看着面碗 金灿灿的煎蛋绿油油的青葱 撒在上面 还有点淡淡的面香 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开 辛苦你了 我会吃完的立北成说完 就拿起筷子夹起了煎蛋 放进嘴里咬上一口上一秒满事 期待幸福的表情 下一秒 立北成的表情就军裂了 蛋黄没熟 竟然还有鸡蛋壳 立北成抬头看着坐在他对面的陆九正双手脱腮 眨巴着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他陆九问 好吃吗 立北成抬头看着坐在他对面的陆九 正双手脱腮眨巴着大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他陆九问好吃吗 面对这么等待夸奖的表情 立北成艰难地把鸡蛋吞了下去 丢掉良心说 好吃陆九眼睛微微一亮笑着说 那你多吃点立北成点头 不过还是先放下煎蛋去吃 那闻着有面香味的面条 结果一吃有的面是入口 就烂有的是半生不熟 还酸到掉牙 让他倒吸了一口气 陆九小脸发烫 刚要上楼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着来电显示 奶奶陆九皱着眉头仔细地响了一下 很快就有了原主的记忆 奶奶是原主在路嫁 对他唯一好的人不是捧杀 而是真正的疼爱 因为原主的荒唐事 奶奶被气晕了好几次 后来也搬回老宅 眼不见为近了 可奶奶疼他 也同样的疼爱陆星月陆九 还是接起了电话声音 平静奶奶 怎么了 陆老太太 对他已经失望到 连骂都不想骂了 只说事情小九 来医院看看你爸顺便处理一点事情 陆九没有拒绝说了声吼 就挂了电话 他跟丽老爷子说了一声 就提着水果栏 去了医院病房内 陆星月摸着眼泪爸爸 都受了这么重的伤 他连看都不来看看 陆建民很是生气 那个不孝女 是不是要等我死了 才没等他把话说完 陆老太太就打断他 闭嘴小九一会就到听见 这些话他又要伤心了 陆星月到姐姐 新婚燕耳幸福的 很怕是 不会为了这点小事 伤心陆老太太大吃一惊 小九结婚了 你们为什么 都没告诉我 他嫁给谁了这事 一道人影推门进来 到我丈夫是历北城陆老太太 大声道 你嫁给那个疯子了 陆老太 太拉着陆九的手 你疯了吗 嫁给 谁也不能嫁给那个神经病啊 陆九道 我和北城很好 他不是外面说的那样 陆老太太不相信你 肯定是被骗了奶奶 去求他们退婚 陆九 不想再跟陆老太太纠结这个问题 先不说这个你 这次叫我来室友 什么事吗 没等陆老太太说话 陆建民在床上怒喊道 你女没事 就不能叫你回来了 陆星月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姐姐偶尔也该回来看看 父亲受这么重的伤 你都不知道 陆九 就看着病床上躺着的陆建民 他的右腿定了钢板 看起来很严重 脸色也不是很好 不过陆九半点同情心 都没有父亲受这么重的伤 也没人通知我呢 你陆建民很是生气 陆老太太走到陆九身边 跟他说 别怪你爸爸前两天 他被楼顶掉下来的钢筋 穿破了小腿的骨头 这辈子很可能站不起来的陆九 垂眸看着自己的右小腿 伤口不大 还有些小疤痕 再抬头看着陆建民躺在病床上 这右腿 就算不彻底废掉 躺上三个月半年 在主拐账一年都是 正常的陆新月 见陆九无动于衷就说道 你刚才陆家离开爸爸就出了事 说不定是某人把梅运带回了家 说叫不停的陆老太太 也抬头看向了陆九他心里 太乱了 没顾得上告诉你 陆九一噎 脑海里 想着立北城的身影 这个意外 难道是他做的陆新月 见陆九无动于衷就说道 姐姐爸爸都这样了 你都不难过的 妈都没哭一下 陆九挑眉看着陆新月 那红得有些发肿的眼睛 轻笑一生人还没死 就要我哭丧陆新月 你是多巴不得他死啊 陆新月急忙说我没有 只是陆九打断他 你这副哭丧脸 谁见了不得以为你死了 爹陆老太太老了 也确实不太喜欢哭的场面 又看陆新月哭得双眼红肿 时不时地抽叶一下 脸色顿时 就不太好看陆 新月噎住 实在不知道怎么反驳 只能弱弱地说 我只是太心疼 爸爸了 多哭了一会儿 陆九不想看他们 吵闹到看也看过了 我在这只会耽误爸爸 养病我就先回去了 等等陆老太太拦住了他 陆新月道叫姐姐来 可不全是为了爸爸的事呢 话音刚落 就有一男人敲门进来 各位笑好 我是薛川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薛士成 陆九愣住了律师老太太 关心到薛律师几次找来你 你是不是又陆建民听得瞪大双眼 不由得到 您是薛川律师事务所的老总薛士成 你怎么会肯定是这个孽障又犯事了 陆建民这下都有些惶恐 更是恨不得跟陆九断绝关系了 薛士成是封城金牌律师 近十年来他接手代理的案子 无疑败诉 现在 既然有人触动了薛士成这个金牌律师来找陆九 那他肯定犯下了大事 惹了不能得罪的人 陆新月也是惊讶了一下 不过还是抬头对薛士成说 薛律师 我姐姐 年纪还小不懂事 您看能不能和您的当事人 说一下我们私下调解 别对不公唐陆老太太也是着急事啊 小九还小不懂事 只要肯私下调解要赔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对老太太来说 去法院跟去警局 都不是一件好事之前说 不管陆九那是气坏 真当事情发生了 他这心里还是着急的无数真着急 问到薛律师的当事人 是谁 我们家小九犯了什么事 是把人打残了 还是杀人了 这话一出 陆老太太顿时整个人有些发晕的 亮呛了一步 要真是这样就真的保不住 小九了陆 九上前一步 扶住了陆老太太奶奶 我没犯事 陆建民气的 都想单脚从病床上跳起来 想把陆九打一顿 他说星月快点报警 反了天 他敢犯下这样的大事 陆星月有些慌道 然后拿出手机就要报警 看着乱糟糟的一面 薛士诚都忍不住的抽了抽嘴角 我来找陆小姐 是为了谈一下梅素女士留下的股份 并非 陆小姐犯事了 这话一出 所有人震惊陆星月的报警电话都打不出去了 梅素是陆九亲妈的名字 陆建民脸色有些不好看 梅素她还有股份 梅素死了 又没有留下遗嘱 分配一下陆九 就只分到了2%的股份 而陆建民拥有最大的股份 成了陆氏集团的董事长 现在突然出现一个律师说是梅素的 股份另有安排 那陆氏集团的局面 就得重新分布了 薛士诚点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了文件 梅素女士留下的遗嘱等 陆小姐结婚名下个人财产和公司的 20%股份 将全部给陆九薛士诚的话 让他们都震惊了 完全不敢相信 本以为薛士诚来找陆九 是来起诉陆九犯式的 没想到是给他送了一大笔的 财富陆氏集团 20%的股份 再加上他自己原有的2%这个股份 直逼陆建民了吴淑珍 最是震惊不相信的 一把扯过文件 看到了上面的遗嘱 不可能怎么可能呢 他陆建成也从吴淑珍那边扯过文件 把上面的重点条例 都看得一清二楚 梅素把他自己的股份 全都给了陆九 这就是梅素的遗嘱 薛士诚看着陆建民陆先生 早点将股份转让给陆九小姐 若不然我这边只能起诉陆先生 非法侵占他人遗产了 说完 他对陆九汉手 陆小姐有事 可以打我电话我 随时为您解答 陆九看他薛律师 我妈妈的遗嘱 为什么会到今天才出现 薛士诚看着他稍微想了一下措辞 才回答梅素女士 说这是给您的嫁妆 女人自立 才能在婆家立足说完 他又补充一句 当然没有自保能力 太多财产 也能引来生命危险 梅素这是为了保护陆九 所以到今天才宣布 遗嘱薛士诚 做完该做的事 就离开了病房里 一片禁忌 陆建民跟吴淑珍 始终都不能相信 更是面面相去 似乎在用眼神交流什么 陆九上前拿过文件 完美浅效着 20%的股份 三天内要转让了好爸爸 意不意外 他现在 看他们脸上表情 简直是不要太惊喜了 陆星月捏了捏拳 抬头对陆九说 姐姐 你不懂管理公司 也没大学学历 这股份就留着给爸爸 反正一家人陆九侧头 看着陆星月留着给他 等他死后 你们母女俩跟我分财产吗 他冷笑 凭什么让你们分我 妈妈辛苦赚来的钱 陆氏集团 是梅素跟陆建民 联手创建的公司 这20年来被他们独占这么久 现在也应该吐出来了 而且刚才看陆建民 跟吴淑珍的 反应陆九 甚至在想当年 他妈妈的死事 不是另有原因 吴淑珍看向陆老太太妈 您劝劝小九 他什么都不懂 股份到他手里 还不得被他败光 毁掉公司陆老太太 想着一路九包养小 白脸败家的尿性 还真会败光 前陆九快一步冷笑着说道 这财产都还没到我手里呢 你们就先继续上了 这也太着急了吧 看着陆建民父亲 不是说过 该属于我的财产 一分不会少吗 怎么自己要打自己的脸 陆建民好面子 绝对不可能 做出自己打脸的事 他只能忍着肉疼咬牙说 等我出院 我会股份转让给你的 吴淑珍 着急建民陆建民不耐烦地说行了 家里又不缺这点是小九的 就是他的 至少不能这么明面上的 要吴淑珍不甘心 可也只能咬咬牙陆建民 这时又不满什么阿姨 你现在连妈都不叫了吗 吴淑珍假意委屈 别怪孩子 我知道 即使我对他百般 好在他心里 也只是个后妈而已 我不会奢求他改口的 陆九冷笑着我的妈妈 她早就死了 至于你这个女人 就是用这种演技 哄骗了整个陆家 甚至把原生片的团团转 一段他想起原主在童年的时候 他不爱学习 老是检查作业的时候 发现他一点没做 还在哭喊着 滚开我不要补习数学 吴淑珍说了我这种大小姐 不用会那么多 而那时吴淑珍 不仅没有管教他 还跟老师说 不好意思啊 老师小九已经没了 妈妈很可怜了 我不忍心看他这么辛苦了过后 还安慰陆九女孩子 趁着年轻多谈几个没坏处 就算有了小孩我们 也养得起陆九那时候 年幼哪里懂得这些 以为吴淑珍是真心关心他的 我就知道 妈妈对我最好了 吴淑珍从小就有一罐坏原生 养成原生 骄纵懒呆的性格甚至故意诱 导原生堕落 后来陆建民要求他 嫁给立北城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去找吴淑珍妈 不要嫁给那个短命鬼 没想到吴淑珍不仅没有帮助他 甚至还说到不嫁你这种 名声烂透了的蠢货 嫁给立家换来投资 是你八辈子的福气 陆九当时愣在原地 想象不到吴淑珍会这么说 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发现他的真面目 所以陆九要是原主还在世的话 一定会恨死他的 所以他直接开口讽刺 这么想到我妈那得为我先去死一次 才够歌 吴淑珍道 小九 你怎么能说这么粗鲁的话 我知道我取代不了 你的亲生母亲陆九 懒得再听他们说下去 夺回那份遗嘱 总之限期三天 我要看到股份说晚 转身出去 陆老太太在身后喊道 小九等等我有话和你说 但这次陆九没有停下来 啪的一下关了门 陆建民和吴淑珍见他这样 很是生气混账 东西架了人了 就翅膀硬了 竟敢这么和我说话 吴淑珍咬着牙不行 不能让这个蠢货骑到我头上来 他对陆建民道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以前小九的脾气有多差现在 跟了那个短命鬼 就更嚣张了 若是真得了 那20%的股份 还真不知道 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陆建民叹了口气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那本 就是没家的股份 吴淑珍凑到陆建民耳边 可建民你打理这么多年 没有辛劳也有苦劳 我们不能让这些股份 落到一个嫁了人的外人手上 不如这样听完 吴淑珍的意见 陆建民点点头好 就这么办 陆老太太兼陆九没有停下脚步 便追了出去 小九别走奶奶 跟你一起回丽家 丽家问到奶妮 您去丽家做什么 陆老太太道 我带你去跟丽景城离婚 我知道你跟丽北城的婚事 是你爹给你强行安排的 我才不会让他们这么糟蹋 我的小九陆九 看他奶奶 您误会了丽北城 没有传说的 那么恐怖他很好 至少目前他们没有冲突 陆老太太心疼地抓着他的手 很是坚决 你别骗我了 封城谁人不知丽北城的凶名 一个多月 打跑了七八个女人 让整个封城的女人 都闻风色变 再也不敢嫁的疯子丽北城奶奶 宁愿你继续不懂事地包养小白脸 也不愿你嫁给丽北城 那是去送死啊 所以你必须离婚 陆九看陆老太太这么坚决固执 没再去反驳 只是说道 奶奶先别下定论 见过丽北城再说好不好 陆老太太想了想 还是顺从地点头可以 不过 你得先跟我回家陆九 送陆老太太回家的路上 听她说了一路话 不是错信 吴淑珍就悔恨自己 当年没坚持 抚养陆九 再不然就是说 当年错了 现在绝不能放任陆九去 丽家去挨打送死一路上 几句话重复了无数次 陆九耳朵都起茧子了 等回了老宅 陆九这耳朵才清静下来 车要是还被陆老太太拿走 生怕她自己走了 陆老太太还让庸人看着点 别让陆九出去 对此陆九真是哭笑不得不过 也证明 陆老太太不是那种贪图荣华富贵的人 也是真心疼爱陆九前世 自从父母死后 她就没 有感受到 这种血缘轻情的疼爱和温暖了 陆九很珍惜吃过饭 陆九回到自己的房间 坐在阳台 看着不远处的一片菜园子 那是陆老太太 咸不住自己种的 菜园子陆九 拿出手机 给丽北城打电话电话拨出去的瞬间 丽北城那边秒接电话 那边传过来 丽北城那特有的低沉清冷 却又放柔的嗓音丽太太 中午好丽北城的声音很愉悦 因为早上偷袭吻她 还以为她会生气不理她了 没想到她主动打电话来了 陆九说 晚上我不回去住了 丽北城顿时晴天霹雳扬起的 唇角冷了下来 丽北城微微眯眸 晚上不回来住了 虽然隔着手机 可陆九还是感觉到危险 丽北城这个人的气场就是这么强 但陆九也不怕她 如是说 我奶奶知道我跟你结婚 担心我被你打死不让我回去 丽北城声音冷了下来 所以陆九说 你有空找个时间来让奶奶知道 你很好她 就会打消这个念头了 奶奶她身体不好 我不想刺激她 太过违背她丽北城微冷的声音 顿时缓和 甚至还有些愉悦我很好 从她病发开始所听到的 是她有多风魔 有多可怕纵使 有人说她好说她厉害 那也是恭维为新的 可陆九第一个让她觉得真心 陆九恩她 好像没抓住重点 丽北城说 我会找时间过去的 今晚你就住在那边吧 陆九恩一声 然后说我给你重新配了药包 也给你定做了一个药枕 你到时候抱着药枕 睡觉会好一些 还有丽北城听着耳边 软软糯糯的声音 就觉得浑身 狂躁的阴子都背 安抚下来她想 如果她没在身边 也可以打电话 听她软糯的说话声 也能很好地入睡 陆九说着话 没听到那边的声音 以为断线试探性地喊 丽北城 丽北城挑眉嗓音 未央叫老公陆九汗言了一下 扯了扯嘴角 丽先生 我刚才说的 都听见了 丽北城坚持叫老公陆九 有些生气 声音微沉 丽先生 我在跟你说认真的 丽北城 狠骗子 丽太太 我喜欢你叫老公 陆九只觉得这男人 脑子简直有毛病 跟他说 正是能扯的 这么偏我管你听没听 反正是你的身体 又不是我的 还有我手机坏了 不说了 就这样 陆九可不惯他的臭毛病 气呼呼地说完 就挂了电话 丽北城听着耳边的嘟嘟声 再看看通话结束的界面 皱起了健眉 让他叫声 老公这么难 这小女人脾气还挺大的 丽北城打电话 叫裴谦进来说 今天的行程都取消了 裴谦愣住丽爷 今天有两个行程很重要 丽北城凉凉地看他怎么 公司一天没 我就转不了 裴谦赶紧说 不是 并且取消了丽北城今天的行程 他小心地问着丽爷 您今天有更重要的是 丽北城 可是个工作狂 可以三天三夜 不睡觉 连续工作的那种 现在取消行程 他担心是不是身体受不住 要去治疗什么的 丽北城政策说 去见家长 裴谦你这表情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去见总统 丽北城吩咐你去准备礼物 不仅要贵重 还要他顿了顿说 算了 我自己去挑选 亲自挑选的 才有足够的心意 丽北城站起来 又不放心地问裴谦 你说久久的 奶奶会满 依我这个孙女婿吗 虽然陆九没说 可他听着意思他奶奶 估计想让他跟他离婚裴谦 看着丽北城本着良心说 丽爷以您才开口 就见丽北城幽冷的目光 看了过来裴谦 只觉得后几倍发凉 工作不保 赶紧丢掉良心 以您的样貌家庭人品 陆老太太绝对会满意您的丽北城 这下满意的点头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想到 陆九说的 他手机坏了 久久手机坏了 丽北城抬头看裴谦说 定制的手机还有吗 丽北城的手机 是专门定制的品牌 还是那个品牌 但与市面上的 不一样保密性和安全性 更好裴谦问到您 是要定制情侣款的吗 情侣款三个字 让丽北城十分的稀奇 只觉得好听他点着头 可以有款式 陪谦赶紧联系 那边 很快就发来了款式 他在把款式样图给丽北城看 丽北城一眼看中其中一款 就这款了陆家老宅陆九正 陪着陆老太太 在整理毛线电视上 还放着家庭伦理句 陆老太太念念叨叨的 什么话都说 无非就是让陆九收收心 别再疯完什么的 陆九也不太反驳 他毕竟有个亲人念叨的关心于 他是很难得的 温暖这会儿 庸人小跑着进来 有些慌张 老太太外面 有个叫丽北城的客人 要放进来吗 丽北城陆老太太 抬头看向陆九丽家 那个陆九放下毛线 应该是 我们去看看 陆老太太 也把缠好的毛线球 放下跟着站起来 让陆九扶着他出去 两人出了客厅 就看到大门外站着的修长身影 丽北城拢照在阳光之下 身影拉得长长的一手 李提着礼盒 一手捧着一束鲜花 他身后的漫天晚霞 成了他的背景板 只是这般远远地看着 就让人觉得 这人金贵无比像帝王一样 可就是这样气场强大的人 此时这样乖乖在铁门外 等着冰冷俊脸 没有任何不耐